流水儿微微一笑,纤细的手指一动,往空中一招。 那金色葫芦老老实实地一路而下,被此女抓到了手心。 此女将神石放出,也开始细细地鉴别起来。 时间很短,不过片刻功夫,她就摇了摇头,同样将此宝往石坤扔了过去。 大汉见此女这般举动,脸上露出了一丝失望,但还是有些不甘心地接过葫芦来,也是目珠金光闪动看了起来。 果然是一件金属性的宝物,此物能放在金顶中,恐怕威能绝对想不到那儿去。 二位导游,该如何处理此物? 流水儿朝寒厉的方向望了一眼,低声一笑。 此物既然不是家事和断田被所求之物,不如暂时交与韩兄保管。 等到宝物全部取出后,再决定其归属。 石坤目中闪过思量之色,点了点头,手腕一抖将葫芦再次扔回了韩丽。 既然仙子都如此说了,石某也是同意,取出宝物既然不是家事指名想要的东西,就先暂放在韩兄这里,最后再共同分配。 二位导游既然都是此意见,韩某就先收下此物。 韩丽也没有客气什么,袖口一动之下,一片青光往空中一卷而过,金色葫芦就一下凭空消失。 随后他又单手掐绝,再次一锤须天保顶,顿时里面青霞闪动,又一颗青丝包裹之物从里面飞了出来。 同样的被韩丽施法一番后,青丝一散下,里面显露出了另外一宝来,却是一个表面金色符纹闪动不已的青色玉盒。 此玉盒被韩丽抬手一吸,就轻飘飘地落到了其手中。 一见这玉盒后,对面的流水儿和石坤均都精神一震,眼眨也不眨,盯着不放。 韩丽并没有弄什么玄虚,直接当着二人的面,冲着玉盒吹了一口灵气去,盒盖就一下自行打开。 目光在玉盒中微微一扫后,韩丽神色动了一动,里面竟然放着两个一模一样的碧绿色小马,鸡蛋大小散发着一股浓浓的药香。 只是亲吻了一口,就感到一股精纯灵气,直沁心肺之中。 但这两只小马在玉盒中一动不动,两眼紧闭,早已没了生命迹象。 他目中瞳孔微微一缩,但是马上又恢复如常,但拖着玉盒手掌轻光一闪, 玉盒中两只小马一颤从里面腾空飞出,左右一分,直奔流水儿二人击视而去。 同时他口中淡淡说道, 这两株灵药应该是二位前辈提到过的凝翠草, 没想到本体已经划行,想来对二位前辈一定有大用。 两只的话,正好二位一人先保存一个。 听到韩丽此言,再看清楚两只小马栩栩如生的形态, 流水儿时昆大喜过望,但眼中确实露出了一丝失望。 不管怎么说,他二人见韩丽竟然毫不犹豫将如此珍惜的灵药拱手送过来, 心中尚存的最后一丝对韩丽担心也烟消云散。 时昆哈哈一笑称谢,单手一抓下,就直接将那碧绿小马吸到了手中, 大概检查一番,将自行取出一个愈合,将此灵药小心收起。 流水儿此女也仔细鉴别完了手中的灵药,满意之极地对韩丽致谢一声, 却将那灵药直接往香绣中移放,就漠然一闪,不见了棕椅。 韩丽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,随手将手中愈合往地上一抛, 将对面二人看清楚河内的却空空如也,并舞第三只化形灵药, 这才继续一摧须天底。 下面从顶中喷出的两物却是一面六角形的法盘, 以及一座金光闪闪的宝塔。 这二物一看就是微能深不可测的一宝, 同样被韩丽暂时收了起来,以等最后再分配它们。 但从顶中再取出下一样宝物, 是彩流英和断天刃指名的另一种珍稀材料, 也被韩丽平分给对面二人。 流水儿眸光闪动,却引现一丝焦虑, 石坤面容也是阴沉起来。 刚才被韩丽收进顶中的金色光团, 他二人看得清楚,数量可并不太多的样子。 而到现在还尚未见到虚灵丹的影子, 怎不让二者心中忐忑? 其他的宝物得到再多, 若是拿不到最重要的虚灵丹, 此行仍算是失败。 这时青色据定一身污名, 又是青色一闪吐出了一个青色包裹的宝物, 青丝一散, 露出了紫金色的小瓶。 通体光滑如镜, 并有丝丝白气围绕。 一感应到小瓶中散发的灵压, 石坤面色一喜, 流水儿美目中溢色连闪。 韩丽望着虚空中缓缓转动的紫金瓶, 看不出什么表情, 摸了摸下巴, 嘴角微微一翘, 然后他手臂一抬, 一根手指冲虚空, 摇摇一点, 扑斥一声, 紫金瓶瓶盖不翼而飞, 接着瓶口一个倒转, 从里面喷出了一股金黄色的灵焰。 此灵焰一声清明发出, 所有金焰往其一卷而下, 竟幻化出了一只金黄色的火鸟。 此火鸟方一现行而出, 当即一声清明冲天而起, 寒历五指一驱, 接连弹出, 这间处一道道五色寒焰接连射出, 一闪之下每一道积在金色火鸟之上, 都让其光芒立刻大脸不上。 五道寒焰全积在金色火鸟上, 他一声哀鸣, 金焰瞬间脸去, 并马上光芒闪动, 还原成一颗金黄色的丹药, 丹药有拇指大小, 表面明印着密密麻麻的丹纹, 外加上金灿灿的亮丽颜色, 和刚才幻化成形的表现, 看起来实在是玄妙异常。 绝不会有错, 此丹就是徐灵丹。 刘水儿在丹药献出圆形的一刹那, 眉毛中闪过大喜之色, 交叉地叫出声来, 石坤盯着丹药, 面上同样一副难以按耐的兴奋, 但马上想起了什么似的, 脸色微变, 急忙冲韩丽问道, 韩兄, 这瓶中, 难道就只有这一个徐灵丹? 韩丽听了这话并没有回答, 但单手掐绝冲紫金小瓶一点举, 此瓶一颤, 瓶口处又是金光闪动, 接着一声闷响后, 又一只金色火鸟从里面一飞而出, 哈哈哈哈, 太好了, 还有一颗, 二位前辈都想要此丹, 驱灵丹有两颗的话, 正好一人分去一颗, 二位倒有都没有什么意见吧? 韩丽轻笑一声, 刘水儿和石坤听到此问, 神色一动, 接着互望了一眼, 石坤面上凝重起来, 而刘水儿美目清冷一场, 好, 就按此法, 虽然家时严命石某将所有蓄灵丹取回, 但是既然刘仙子不愿意退场, 也只能如此了, 小妹也没有什么意见, 没有空手而回的话, 总算可以给家时一个交代的, 刘水儿也是目中冷意一环, 韩丽一见二人没有反对之色, 点了点头, 分别冲空中两枚丹药, 反点了两下, 两颗金色丹丸, 击射而出, 一个闪动就分别射到了刘水儿二人面前, 刘水儿先先手掌一台之下, 将灵丹轻巧地抓入手中, 石坤则是突然一张口喷出了一股黄色光霞, 光霞一卷下, 灵丹就立刻被射到了空中, 然后大汉将丹药从霞光中从容拿出, 虽然二人都认定此丹药是徐灵丹, 但是事关重大, 还是要用秘术检查一番, 一个个念念有词, 将手中的法爵打出, 足足一盏茶的功夫后, 二人结束了手中的动作, 神色都是大松了一口气。 这一趟有了汉兄了, 否则这一路上我们恐怕是不会如此顺利到达此地, 拿到徐灵丹的。 在下当初得了二位前辈的好处, 出些力气自然是应该。 汉兄过谦了, 不过这瓶中是否还有其他的丹药? 石坤收起丹药, 望了望漂浮在半空中的紫色瓶子, 忽然开口, 听到石坤如此一问, 流水而心中一动, 目中一芒也是微善一笑。 想不到石道有如此贪心, 有没有第三颗虚灵丹, 倒有可以亲自看上一看。 汉丽黑黑一笑, 马上单手掐绝往空中一催, 那个紫荆小瓶化为了一团金光, 直奔石坤飞去。 石坤虽然听出了汉丽, 话里的几分不满, 但是事关虚灵丹, 也只能是神念往瓶中一扫而去。 但是瓶中空空荡荡, 俨然没有第三颗。 石坤脸上一丝失望之色闪过, 转头对斗篷女子打了一个哈哈, 柳仙子是否也要看上一看? 他说着, 将手中瓶子一托, 就要马上扔过去的样子, 但流水而略一沉吟, 却是摇了摇头。 韩兄和石兄记忆都看过, 小妹又何必如此多此一举呢? 小妹怎会信不过两位道友? 听到流水而这么一说, 石坤不好再说什么, 只能冲韩丽善善一笑, 又将瓶子扔了回去。 韩丽神色不变, 但袖子一抖, 一片青霞一卷而过, 紫金瓶就此一闪不见了踪影。 下面的时间, 韩丽又从徐天鼎中取出了两样东西, 都是某种灵界几乎灭绝的珍稀材料, 也都是采流英和断天刃指名所要。 因为这样的东西都只有一件, 正好又被流水而二人各自分走一件, 同样不用争执什么。 如此一来, 除了一开始得到的三件一宝外, 其他之物都被二人分走, 顶中再也没有其他的东西, 这次连石坤都没有在猜疑什么, 毕竟当初被青丝包裹的金色光团, 就的确只有这么几团而已。 韩丽, 你先前保管的三样宝物, 都不是加湿和断浅被需要之物, 我们将它分了吧。 不错, 三件宝物正好一人一件, 韩兄不用客气, 尽管先挑。 流水而闻言也是一证, 但随即韩孝同意点头, 不过这也很正常, 无论是金色葫芦、宝塔, 还是那六角形法盘, 光凭肉眼和神念简单扫过, 根本无法断定功效神通和威能大小, 如此的话, 先挑选和后挑选并无多大意义。 韩丽听了嘴角泛起一丝笑意, 既然二位道友如此说, 韩某就确实不公了, 宝物我已经选好, 就是不知剩下的两件, 二位道友如何挑选。 一说完这话, 韩丽袍袍袖一抖, 顿时两物从中一飞而出, 在身前悬浮不动起来, 正是那金色宝塔和六角法盘, 那个最先出现的金色葫芦, 却被韩丽留了下来。 一件韩丽的选择, 流水而合石坤, 虽然心里微微有些惊讶, 但是心中自然也没有多放在心上, 反而是均盯着另外两件一宝, 各自思量不定。 小妹就选那座金塔, 剩下一件归道友了, 石兄觉得如何? 好, 那我就要最后一件吧。 石坤迟疑了一下, 但最终还是点头同意了流水而的建议。 那小妹就多谢石兄相让了。 流水而文言一笑, 抬手冲对面一招, 顿时韩丽身前的那座金色宝塔呼啸一声飞了过去, 被此女收进手中, 石坤自然施法将六角法盘同样收了起来, 三人这才互望一眼, 均都是一副皆大欢喜的模样。